一档综艺节目播出超过三季 想要维持住热度和口碑不是一般难 为了延续浪姐的爆款体制 芒果台这一季下了不少功夫 不仅更新了赛制 还请回了黄晓明和赵赵两位元老 从前面几期的反馈来看 选歌和编曲有点第一季的意思 这边第二轮公演舞台正片还未播出 另一边第三轮公演已于5月22日录制完毕 跟前两轮一样 竞演结果很快在网上曝光 根据比赛规则 本场的三大阵营要进行三轮较量 前两轮为阵营对抗 每个阵营派两组出战 第三轮为队长袖 Ella、Amber、谢娜三人同唱一首歌 票数计入总分 先看一下第一轮 选曲瓜爆出来之后 结果就已经失去了悬念 Ella领衔的山河图足以819票拿下上半场第一 率先获得一个成风创始人席位 值得一提的是 徐怀玉也在这组 经历了一功的滑水风波之后 他终于实现了逆风翻盘 谢娜阵营派出的是曲颖、黄丽玲、吴忧 演唱了说唱歌手爱热原创的千里万里 以803票位列次席 Amber、谢昕、邱慈炫、吉娜、孙岳带来的是薛凯奇的苏周和 虽然歌曲很好听 但曼歌在比赛中向来不占优势 只拿到792票位列末位 第二轮的竞争更加激烈 Amber对上演了大逆袭 由刘希君、卢靖山、美伊里牙出战的《归土有风》 获得857的全场最高分 如愿得到一个成风创始人席位 要知道 一功三人的个人血爱度分裂四、五、六名 无论人气还是实力都堪称王诈组合 谢娜阵营的选取为下个路口剑 谢娜、蔡少芬、贾静文、朱朱、刘亚瑟、曾可妮 六位姐姐拿到824分 一功谢娜组的龙拳 以投名全员晋级 二功的面纱 输给了迷迭香 此番再次落败 Ala阵营上场的是GPU 李莎明子、吴倩 演绎了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以796票排名第三 两轮过后 Amber阵营以1649票反超至第一 谢娜阵营以1627票位列次席 Ala阵营暂时以1615票垫底 如此一来 最后一轮的队长合作秀显得尤其重要 将左右整场的战局 这一季看来是要逮着周董薅羊毛了 队长秀又选择了他的歌 奖军 三位队长的得票分别是341、328、313 节目组为了卖关子 现场并未公布分数对应的人 经不住热心网友开始算分 Ala阵营因为和Amber阵营票数差距比较大 率先退出第一名的争夺 另外两队 Amber阵营全员晋级的概率高达83% 谢娜阵营仅为17% 到底哪个阵营拿到第一 又有哪几位姐姐遭到淘汰 还是等待真瓜主的爆料吧 最后希望后面的公演在选歌方面 能更上一层楼 多贡献几个像一公花海一样出圈的好舞台 在乘封2023的二次公演舞台上 刘亦云与谢星凭借 从头最终拿到最高成峰值 尤其两人的精湛舞技更是惊艳全场 让观众终于见识到了最强舞者谢星背后的实力 在首期节目中 谢星的亮相就颇具神秘感 作为出舞台的压轴人员 仅仅一段舞蹈就征服了众多姐姐们 让评委们纷纷表示 想要听谢星的唱跳舞台 此次表演的 从头也算是不负众望 除此之外 谢星在《浪姐四》中的性格相当讨喜 虽然内敛不外放 但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扛起重任的那一个 同样也会为了舞台 时时刻刻都在认真的做准备 练习 不滑水 这种敬业态度就值得尊敬 参加《浪姐四》 之前 想必大部分观众对于谢星并不是很了解 但实际上她的来头真不小 她可是中国现代舞界的大咖 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从小就成长在一个艺术家庭 妈妈还是一位京剧演员 所以耳濡目染的环境下 让谢星从小就接触了舞蹈 在13岁的时候就进入到了省医校 开启了舞蹈生涯 如今已经37岁的谢星 先后在广东现代舞团 金星舞蹈团等全国各大知名舞团历练过 尤其当年被金星相当赏识 整整被金星培养了六年之久 此后这些年可谓是把国内外各种大小奖项都拿遍了 家里摆的奖都足够一整面墙 甚至还拿到过百万奖金的舞蹈奖 而成名后的谢星也逐渐成为一名艺术总监 拥有了自己的舞团 当然没有放弃跳舞 浪姐四也并非是谢星的首当综艺秀 此前在舞蹈竞技综艺《舞蹈风暴2》中 谢星就拿到了冠军席位 谢星的另外一个身份便是时尚辣妈 想不到这位拥有六块腹肌的舞者 还有一个可爱女儿 据悉谢星在怀孕期间也是没有放弃舞蹈 甚至在临产前三天还在批刹 在生下女儿之后 还不到两个月 谢星就飞到德国为当地舞团创作新作品 不得不说这种对于舞蹈的毅力 以及强硬的身体素质 一般人可真比不了 在舞蹈界也是独树一帜的一名女性 而对于谢星本人来说 她绝对算得上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她曾在采访中这样说过 生活只有一个选择 不是上电梯 就是打开家门重新回去 如果我选择走出家门 我就要从那一刻告诉自己 不是只有我的女儿需要我去负责 还有更大的一个地方需要我的时间 我的精力 我的热情 所以谢星可以做到工作时吸收养分 释放自身价值 回到家时 也可以对女儿充满笑脸 而种坚毅 自信又自由的品质 正式 浪解 这档节目最想要传达给观众的 而谢星 也是这档节目最想要找到的姐姐吧 成风2023的第二次合作 让所有人都看到了贾静文的付出 没想到第一次合作时 贾静文提出的合作要求 被陈家话拒绝 而现在 他又提出了合作 诚意和态度 一直都是他的杀手锏 理论上来说 最受欢迎的 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女选手 但是 没有人对徐怀玉的组合感兴趣 这就是事实 哪怕只是一个娱乐节目 也没人想被别人拖后腿 更别说这个滑水天后了 贾静文对自己有了明确的认识 歌唱得像个鸭 舞音不全 手脚麻木 演唱和舞蹈都是废物 也难怪贾静文几次被剧组的人请去 也不愿意去 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决定的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小孩的楷模 贾静文打破了圈子的追逐 心中毫无把握地要去抱大腿 不料 宝岛姐妹丝毫没有给陈佳话谢邀的意思 反而笑着要发一笔横财 没办法 贾静文只能邀请徐怀玉了 谁让他是个职业的呢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这位专业歌手凭借自己的能力 拖了大家的后腿 第一场演出的成绩并不理想 而贾静文则是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二次演出中 贾静文的付出最终得到认可 更是成了陈佳话 刘希君等人的第一选择 贾大漂亮一脸的得意 每次看到他都会露出笑容 但贾静文也知道自己的精良 他怕自己的实力不够 会拖累队伍 让队长对他寄予厚望 陈佳话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完全没有必要 我就是看你这副模样才选了你 不只是他 就连四肢僵硬的秋辞炫 也是一脸的专注和专业 Ella能这么爽快地将品如拉进队伍 自然也是看中了他这份心性 陈佳话以王者之师的身份 一拖二 这听起来很难 但实际上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她是个勤奋好学的女孩 她的进步很快 吃瓜群众们都是来凑热闹的 贾静文与秋辞炫这双肺组合 要是蔡少芬与吉娜这两个组合 那慌慌张张团在舞台上共舞的话 那画面一定很猛很爆炸 但是 徐怀玉的组合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 甚至危险区的妹妹也被选中 仍然没有一个专业歌手的23年的职业生涯 这是一种嘲讽 或者说是一种悲哀 平心而论 在看到了《玉热》 看到了正式演出之后 有几个人还真有勇气加入滑水天后的队伍 徐怀玉顺利过关 张嘉妮和赵丽娜就没那么幸运了 很有可能再一次成为主角 那个专业歌手恐怕是指望不上了 事实上 即便你是人妻姐姐 你也必须具备浪解精神 不重视 不上心 只会在商业活动中因小失大 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人气 一夜间就花光了 不值得